董事长 小梅 这明天的工作行程都是什么呀 明天上午有个会议 然后晚上有个同学聚会 同学聚会 是咱们那一群老同学吗 是的 咱们这群老同学呀 真是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以前在一起关系也都挺好的 要不这样 小梅 这次同学聚会啊 咱们两个一起都去参加 好的董事长 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等一下小梅 这好长时间没有和他们几个见面了 我呢 想低调一遍 你就给我准备一套迷彩服吧 准备迷彩服 对 你就按我说的办 明天咱们两个呀 一起去参加同学聚会 那行 那我现在就下去准备 去吧 哎 闪闪 还真是你啊 你这今天也有时间来参加同学聚会啊 是啊 我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呀 你干什么呢 你在这边干活啊 我没有在附近干活啊 我这今天啊 也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 你说说 这咱们老同学都多少年没见了 什么 你也来参加同学聚会啊 你什么身份啊 你也配参加同学聚会 你看你这话说的 这咱们呀 都是老同学 来参加同学聚会 还要什么身份呀 对了 这在哪个房间呀 我还不知道呢 要不咱们一起去吧 告诉你啊 也没什么用 因为压根儿都没有你的位置 这这怎么会没有我的位置呢 我告诉你吧 今天参加同学聚会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还有一个大人物呢 你怎么会配呢 什么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这什么大人物呀 你知道他是谁吗 小梅 你也来了 就他穿着一身 他能是什么身份呀 他可是我们 行了 行了小梅 别搭理他 走 咱们上去 哎 那你也跟他到了吧 你们到了 小梅 黄长 来吧 小梅 小梅 你们都来了 来 快坐 站住 怎么了 你这去哪呀 去哪 当然是和你们几个坐一起啊 你说说 咱们老同学 多长时间没见了 咱们在一起啊 好好聊聊天 说说话 什么 跟我们坐一起 你也配 啊 你什么档次呀 你也瞅瞅你穿的 这脏不脏啊 啊 我说小天 有这个必要吗 咱们呀 都是老同学 好不容易见面了 这穿什么不一样呀 你可拉倒吧 你可别说 是我们同学 我都先丢人 我说小天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小梅 这小天说的没错呀 你怎么老替他说话呀 这 我说小梅 你这处处替他说话 处处护着他 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月月 你胡说什么呢 这我还胡说呀 你都做得这么明显了 小梅 我真是没想到啊 这样的人你都能看上呀 现在想想 上水段会儿呀 幸亏啊 我跟他分了 要不然现在啊 我估计也得跟着他去工地搬砖 就是啊 月月 不是我夸你 你真是慧眼失措 你看看你现在跟小天多好呀 傻傻 你说的没错 我们家小天啊 哪一点都比石头强 而且啊 他现在啊 可是南河公司的总经理 呦 南河公司啊 这个公司可不小呢 是啊傻傻 所以啊 我当初的选择啊 是没有错的 是啊 我们公司一般人可真进不去 下达这号进去啊 最多啊 走个走走都不一定要啊 咱们毕竟是图约场啊 何必呢 小浩你给我闭嘴吧 你还想不想跟我们公司合作呀 就是啊 你现在谁说话呢 石头 你来坐这儿吧 行 这坐哪儿呀 都一样 你也坐 真好笑 你们 我们什么呀 我们啊 真是个窝囊费 连百分都做不好 就是啊 真是丢人啊 你们太过分了 来 起来 没事 小梅 你老护着她干什么呀 这月月挑剩下的 你还想要啊 就是 就这样的窝囊费 你跟着她能干什么呀 啊 她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吗 你要是想要男朋友 改天我给你介绍个帅子 你瞅瞅她那个没出息的样 行了 你们说够没有 坐下 前某仙人啊 丢脸都感到这个样子了 还有脸座 要是我啊 早就走吧 真是的 你还不赶紧找个地方钻起来啊 你坐在那里好意思吗 你是没吃过饭还是怎么的啊 我觉得 这咱们同学之间的聚会啊 这不在于吃一些什么 还有各自的身份地位 只要咱们大家能在一起啊 交流交流就行 交流交流 跟你有什么好交流的 交流一天 拜多少花砖啊 就是啊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档次 你跟我们交流的找吗 哟 都来了 不是 这同学机会 怎么什么阿狗阿猫都来了 来 叶子 来来来 来来来 坐 就是叶子 反正也没人请呢 不知道他怎么做了 怎么就来了呢 唉 我不是想着 咱们呀 都是同学一场 就过来 想着给大家见个面 坐在一起 聊聊天 不是 谁给你是同学啊 出了这个门 可别说跟我们是同学 对不起这个人 就是 唉 月月 我记得当初上学的时候 你俩还在一起过 你说天底下男人都喜绝了 你找他 哎呀 燕子 我那会儿啊 不是看他学习成绩好吗 我这比较崇拜学习好的人 所以才跟他在一起了呢 现在想想啊 我当初真的瞎了眼了 这现在看来啊 学习好有什么用啊 哎呀 他本是班长啊 那时候学习成绩多好啊 你看今天 他穿着什么呀 穿着一身就来了 就是 我要是你啊 我又买块豆腐 撞死自己算了 这学习好啊 不见得混得好 就是呀 现在啊 哪有燕子会那么好呀 这燕子 毕竟是上市公司的 你再来看看他 哎 混得什么呀 哎 燕子 回头你刚才啊 教教我们班长 教教他 把我做生意啊 我教他 他得有那个脑子 说的也是 这啊 肯定学习会 废他 是啊燕子 你以后 要好好照顾照顾 这些老同学 对啊 燕子 这以后 我们公司那个合作 你可要多照顾照顾呀 是啊燕子姐 你们得帮帮我呀 放心 咱们都是老同学 这些都是小意思 哎 行 燕子姐 你看 那合作的事 还在指望你呢 你们那天龙集团 这么大 回头你可帮帮我 来 真是给你的 还是属你最懂事 南河集团是吧 对对 我一个电话就解决 好好好 怎么会有最懂事 你们是不知道 现在我公司 跟哪家公司合作 那都是我一句话的事 我让他哪家活 他哪家就能活 这他们啊 要是不懂事 我让他饭都吃不上 是是是 这些啊 只是我们的小心意 等这样事情谈成了 回头 给你送个大礼物 嗯 懂事 我说李燕子 没有想到 你在天龙公司的权力 还挺大的呀 我今天倒想问问你 是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呀 不是啊 你搞搞清楚好不好 你算哪根葱啊 还说燕子 就是啊 叫什么燕子 也是你叫的 叫李总 要不说你只能搬砖呢 一点事都不懂 李燕子 我没有想到 你现在竟然这么无法无偏 竟然公开的吃回口 你管得着吗 你猪鼻子里边插大葱 装什么大象 行 今天呀 我就让你看看 这件事 我到底啊 能不能管得着 哟 哟 装什么大鱼板狼呀 吓死我了 哎呀 真吓人呀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这装呢 喂 小赵 这天龙公司 是不是有一个叫李燕子 对 她的行为性质呀 非常恶劣 你现在呀 就可以把她给开除了 对 马上开除 这 你什么玩意儿 你开除我 哼 装作语 我为什么这样的 喂 赵蜜朵 什么 不是 为什么呀 董事长 那 行 我知道了 石头 真没想到 你居然是董事长啊 这是刚才呀 给我开玩笑的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她呢 行了李燕子 你别再演气了 我看 在都的人里面 嚣张跋扈的 就是你吧 董事长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 刚才都是这几个 不长眼的东西 得罪你 跟我没有关系 班长就是班长 混的属于你最好了 是是是 班长 你现在混得这么好啊 是啊石头 这以后啊 还指望你照着我们呢 是啊 石头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都是给你开玩笑的 千万别放在心上啊 起开 石头 你看 上下了 行啊 请你忙尊重一点 刚才 你们的所作所为 已经记在我的心里了 现在 知道我的身份 又换了一副水面 我告诉你们 今天 我来的目的 是参加咱们的 这场同学聚会 可是 我没有想到 在你们几个眼中 倒变成了攀比大赛 我没有你们这些 失利眼的老同学 还有你 李燕子 你的所作所为 我一定会让公司 追究你的责任的 别别呀 石头 不是董事长 你看在咱们 那么多年的 同学情谊上 你可别看不出我啊 你把我开了 我怎么办呀 现在跟我讲 同学情谊 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还有你们两个 你们到南河公司呀 被我的公司 永久拉入 费别单 咱们呀 永不再合作 小梅 咱们走啊 这样的同学聚会 没有必要参加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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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